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又是我蕭Sir,来自香港港安医院 上一次也提到我们排毒有很多注意的地方 也提过一些叫Junk Food,垃圾食物 甚至乎有些叫黑心食物 今集也比较正面一点,讲一下好的食物,食多少的份量 首先要看一看卡路里的计算表 其实我们都要问过营养师,医生 适合自己的餐单,定出份量 根据你的身高体重,年龄,性别 有没有运动量,而定出卡路里 可以看到通常我们分几个餐单 在左边有食物种类,有全穀物类,豆壑类,或者叫蛋白质 有蔬菜,水果,或者叫好的油份 那一类叫果仁,种子和植物油 而右边分三个餐单,视乎医生给你的指示 分别有1600卡路里,2000和2500卡路里 我们要做到均衡饮食,每一样都要有 又要有全穀物,又要有蛋白质 又要有不同的水果和蔬菜去配搭 而定出这个份量 可以看到每个餐单都有个数字 例如1600卡路里,有五份全穀物 三份蛋白质类,六份蔬菜,三份水果 两份果仁种子和一份植物油 如此类推 以下就是讲一下一份究竟有多大,或者有多 首先在下一个图也看到全穀物类 全穀物类就是碳水化物 如果想健康一些,达至排毒的效果 最好加上红米、糙米等高纤维的全穀物 大小半杯为之一份 例如饭半个拳头为之一份 如果有两杯就更加好了 半杯为之一份 视乎餐单有多少数字 如果有二的就是一杯,两份 如果饼干的就是三至四块 面包就是一块为之一份 至于面包也提过 吃一些高纤维,譬如全麦 这些面包是更加好的 至于蛋白质类,如果再健康一点 即是没有胆固醇的 也很少的饱和脂肪 这些失血管的油份 最好选择黄豆、豆壳类 这些蛋白质就比肉类的蛋白质好 份量都在图表上看到 通常半杯为之一份 如果是一些腐竹、腐皮 可能两支,两个手掌这么大 就为之一份 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个份量 至于下一个就是蔬菜 蔬菜是比较简单的 半杯熟的就为之一份 如果生的,譬如沙律那些 一杯就为之一份 有些人想排毒喝些蔬菜汁 大概四分之三杯就为之一份 所以大家要看回自己的营养餐单 除了适合自己的营养食材 又喜欢的食物去选购之外 都要看回数字的份量 水果大概一个网球这么大 就为之一份 譬如一个苹果、一个橙 已经是两份 如果干果 可能大概四分之一杯 果汁就是四分之三杯 就为之一份 至于一些好的油份 我们叫做不把和之方 就尽量选购那些叫果仁和种子女 他们都有份量的大小 譬如杏仁大概二十至二十三粒 合肚十四粒 腰果十五粒 有些是酱 可能浓缩那些 两汤匙就为之一份 至于牛油果 我都经常推荐 除了很多营养成份之外 早餐最好不要塗牛油 塗牛油果 多少为之一份 四分一个 就为之一份 油或者其他液体的油 大概一茶匙至一汤匙 视乎那些油的 饱和脂肪的比例 如果你用很多饱和脂肪的油 最好就越少越好 一茶匙甚至乎不要加就最好了 有些橄榄油 或者沙律醬 就看看有没有奶的成份 或者多不多油 最好限制一汤匙 一个份量 其实很多食物金字塔 现在都很流行 美国 中国 甚至乎澳洲 很多地方 都有自己的食物金字塔 看看自己 适合自己 容易明白 容易去理解 食物金字塔 有些叫做 my plate 美国 再令人民 更加容易去理解 食物金字塔 它将金字塔 转化成为一只碟 一只碟 在图里面都看到 一只碟 一只碟 分开四份 原来 那份量 就是你所吃的食物 比如 左上角 就是水果 右上角 就是五谷类 左下角 就是蔬菜 其余 就是蛋白質 我们都追求健康 如果蛋白質 以豆壳类 或者植物性的蛋白質 就较好些 美国这个叫做my plate 也有杯奶 我们都建议用豆漿 代替这个叫dairy product 奶类的制成品 下一个 就是说一下水果的大小 譬如 除了苹果 橙 这些经常吃到 大小就像一个网球那样大 其实香蕉 也要留意一下 淀粉质 也比较多些 一只长生的香蕉 就已经有两份水果了 盡量以水果 一天两份为主 如果你有糖尿病 可能又要问一下医生 一餐吃多少水果 就为之适合 如果吃得过量 我记得有一段新闻 就说 有个人很喜欢吃水果 吃很多荔枝 一天吃几磅 但是吃完就有血糖膏 这种情况 甚至乎 将我们的胰岛素 不断增加 就会影响我们的胰壮 引致糖尿病 所以水果的分量 都要適可而止 有个折制 不要很有营养 不断吃 有很多甲质的食物 有香蕉 干果 这些对我们的肌肉 都有帮助 特别是心臟肌肉 水果的营养素 亦有很多 可以看看这个图表 亦是很高纤维 维生素C 也很高 很多小朋友 常常是伤风 感冒 不单是小朋友 大人 很多流紧 肆药 这些都要吃多些维生素C 记得我以前读书 经济一般 所以 又没有买保险 所以我们用橙 做一个食疗 每次我伤风感冒 都要吃两三个橙 足够的休息 水分 用自己的身体 去调理 天然排毒的疗程 将免疫系统增加 可以避免伤风感冒 叶酸也是 将我们的 红血球 很健康地製造 小朋友 孕妇 一定要吃叶酸 有叶酸高的食物 包括菠菜 深绿色的蔬菜 特别多 在我们的食物金字塔 最好 以全穀麦为主 有些研究发现 超过百分之五十 都要是全穀麦 不单是有营养 还要是能量的来源 由全穀麦吸收 另外 如果真的很多数字 计不到 这些餐单又多 份量又大小 又不知怎样计算 以下有个更加容易计算的方法 叫做Rainbow diet 即是彩虹式的饮食 彩虹式的饮食 即是吃不同颜色的食物 以下有几种颜色 给大家参考 可以看一下图表 第一个就是红色 红色里面有很多抗氧化 有维生素C 花青素 这些 最容易可以买到吸收 就是苹果 红色 士多啤梨 蕃茄 红菜头 这些 比较容易去买到 亦都可以 选购到 下一个就是黄色 或者橙色 黄色有柠檬 或者菠萝 苏米 这些 都属于黄色的食物 至于橙色 就是橙 南瓜 红萝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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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常常强调 很多抗癌的成份 都有红萝卜 有胡萝卜素 下一个 绿色 经常会买到 这些深绿色的蔬菜 另外 奇果 牛油果 这些 都属于绿色 里面有叶绿素 或者维他命K 甲质 这些 都是很多绿色的食物 下一个就是 紫色或者蓝色 这些是矮瓜 有紫心番薯 藍莓 这些 都很高维生素C 花青素 这些物质 下一个就是白色 白色 如果留意 经常都会吃到 譬如香蕉 香蕉 其实香蕉 不是黄色 是属于白色的食物 有些是蒜头 姜 这些都属于白色的 所以一天 尽量吃齐不同颜色的食物 吸收不同的营养 抗物质 至于蛋白质 很多人都会问 如果你吃素 能够不够蛋白质 会不会 营养不良 或者不够力 其实蛋白质 我们不需要太多 在这个计算 可以看看 螢光幕 其实我们很容易计算 就是我们的体重 以公斤做单位 乘回0.8% 就大概我们一天 所需要的蛋白质 OK 这个更加准确 就要找营养师去计算 如果吃得太多蛋白质 多过你所需要的食物 就可能会令我们的骨质流失 引致骨质疏松 其他特别的需求 可以看回我们的换算表 有小童 女孩 男孩 男士 女士 这些根据自己的税数 而吸收油份 最好用一些天然植物的油 代替这些动物的油 例如阿麻子 或者橄榄油 这些在坊间都可以买到 最后也跟大家重温一次 NEWSTART 希望大家认识这个排毒 亦有一个更好美满的人生 多谢各位 要吸收食物的营养 都是一门很重要的学问 大家都会知道 如果我们要吸收柠檬内的维他命C 我们尽量是生的 会吸收得好 当这个维他命C被加热 就会被破坏 反过来 如果我们吃生的蕃茄 和吃煮过的蕃茄 相对来说 煮熟了的蕃茄 里面所含的茄红素 是比较高一点 究竟黄豆 我们又可不可以生吃呢 原来生的黄豆里面 有一些抗移蛋白酵素 这些酵素是会阻碍我们吸收黄豆里面的蛋白 所以我会建议煮熟了 然后再吃 我们就真真正正可以吸收到里面的营养 大家好 我们又回来了 继续讲讲排毒与健康 今次和大家总结过去那几集 一些排毒的重点 大家还记不记得 现在我们第一次就讲一下 什么是排毒 为什么要排毒 为什么要排毒 如何排毒 做多少呢 首先回顾第一集 为什么要排毒呢 其实我们生长是一个 不是那么健康的环境 相比五十多年前 我们的环境已经有很大分别 例如走出街 很多车 很多工厂 很多商业大厦 面对我们的 很多周围的环境 食物也有很多 很多元化 其实是一件好事 一个社会的进步 但是很多副效果 很多副作用 譬如一些环境的污染 包括我们的食物 也是空气 水质的污染 甚至乎很多为了赚钱 用了不同的物质 去做一些产品 包括我们的食物 我们生活在一个 很多毒素的社会 我们又要面对 但是又不想这么快 又要生病 记得很多病人 三十多岁 已经全身痛了 有些还有癌症 发现他们生活 不太健康 除了环境之外 他们的生活模式 直接影响他们的身体 所以说到我们的环境 我们一定要排毒 记得第一集 我都提过 我们人体 就好像一部机器 那样 如果你天天 给好的油 这部机器 这部车 就走得远一点 没有那么快 要维修 但是如果你 给一些不好的油 很多杂质 甚至乎 不给油 这部车 很快 就会 不能动 甚至乎 要维修 人体就是需要一些排毒的方法 今次就很高兴 跟大家分享 一些外国的资料 一些研究发现 也都有十个 就是排毒的方法 十个排毒的方法 就是除了 最主要是避免一些 污染了的环境之外 一些排毒方法 可以增加我们的免疫系统 达至我们的人体 较为健康一点 第一个 还记不记得 我们要有一个 很好的食物的选择 例如高纤维的食物 高纤维的食物 就像清豆腐一样的 将我们的腸胃 毒素 全部就像一个素把 清豆腐 将它排走出体外 这些就是高纤维的食物 包括草米饭 蔬菜 水果 这些是对我们非常重要的 OK 最好记得2加3 如果你有留意我们的节目 2加3 2就是两份水果 3就是三份蔬菜 这是最基本的了 再好一点就是选择一些 较为高一点 抗氧化的食物 包括红菜头 红萝卜 这个一定要记得 你全部不记得都要记住 红菜头 红萝卜 另外 我们有时候 会选择一些断食 这样我们 一个星期可能 就有些轻食 不要吃那么多 或者直接以蔬菜 或者是喝水为主的 一天的饮食 将我们过去24小时的 骯髒东西 在身体里排出体外 这个也是排续的方法 那维生素C 喝水 这个也是大家要记得了 深呼吸 我们有时候 要放下我们身边的东西 要出去一个室外的环境 吸收一下大自然的空气 氧气 敷出二氧化碳 这样的 我也有提到 除了身体的排毒 思想也要排毒 我们常常说 很负面 不开心 遇到很多压力 我们都要 这些思想的毒素 都要排出体外 不要被它累积 累积得多 我们处理不了压力 就可能会想起一遍 不开心 没有人讨论 可能会屈在心里 引致抑鬱症 有些就会 有时的新闻 有些有牺牲的念头 这些都是一些思想的毒素 我们要排毒 要想一些正面的东西 有些正能量 就多些去思考一些东西 最好有宗教的理念 就更加好了 有时就 洗澡 用一些水疗法 我提到 用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三至五分钟的热水 然后就立刻领去冻水 大概30秒 循环三次 也有排毒的效果 另外 可能要做运动 晒太阳 这些 不单止我们的血液循环 也都 令我们增加快乐的荷尔蒙 安多芬 这就是十个排毒的方法 大家一定要记住 当然这些都要问医生 或者营养师 去看自己的需要 来选择一个更加好的排毒的餐单 给大家 另一个 我也提到一些饮品 可以补充我们平时 很少吃水果 蔬菜的朋友 这是排毒的蔬菜汁 排毒的蔬菜汁 是比较浓缩的抗氧化饮品 以新鲜的蔬菜 经过清洗 或者用蔬菜汁 那些搅拌机 炸汁机 是做一个叫蔬菜汁 大家都要记得 就要用一些 天然的蔬菜 比较干净 卫生 没什么农药 要洗干净的菜 去做炸汁 机器也要消毒 另外我也提过 一定要即炸即饮 不可以炸完 炸几天 然后就 存在 慢慢喝 这些营养素 就会流失 有些菜谱 我也提过 青汁 以青瓜 西芹 其他用红萝卜 红菜头 这些食材 做蔬菜汁 是较为理想的 另外我也提到 有些食谱 较为简单些 适合一些 刚刚开始排毒 喝蔬菜汁的人士 譬如 一个叫做 抗氧化特饮 材料是两样东西 红萝卜 和西芹 红萝卜和西芹 每样两条 用一个炸汁机 就可以做到 有些小朋友 也提到 避免他们常常喝汽水 很多添加剂的果汁 所以做一个叫做 士多啤梨香蕉奶色 材料也是三样东西 很简单的东西 就是香蕉 士多啤梨 和豆浆 放进去搅拌机 搅拌完就可以给他们喝 另外提到一些排毒的餐单 也可以给大家参考一下 如果不记得 可以看上过几集的资料 一共有两三天 加上我们新起点的八大原则 包括我们的运动 加上我们的饮水 八至十杯水 和阳光 阳光和这个运动 都是非常之好的 对我们的思想排毒 因为增加这个安多酚 也有清新空气 折制也要记得了 T就是折制 temperance 除了一些不好的东西 例如吃烟 喝酒 一些零食 尽量解除之外 一些好的食物 都要有折制 不要说很健康 奇异果 或者牛油果 橙 很健康 就吃太多了 吃得太多 可能对腸胃 都会有影响 休息也是 休息 每一天 最好有足够的睡眠 最好的环境 都要提醒大家 以环境的暗 就要分暗为主 要黑 要安静 要温度 要凉快为主 这些除了睡得好之外 都会令我们的人体 增加这个退黑色素 退黑色素 是一个好的荷尔蒙 将我们的情绪稳定 预备下一日 T就是Trust 其实这个 我上次都强调了 有些人 很多压力 又处理不了 其实有些研究发现 一组人 有宗教信仰 和一组人 没有宗教信仰 分别做研究 发现有宗教信仰 那些人 处理压力 非常之好 有什么问题 很多难关 困难 那些人有宗教信仰 就很容易 心情 情绪 是能够稳定的 有些人 面对很多病人 可能 快来去世 贫臨死亡的边缘 信靠 就发挥最大的作用 因为他们再不需要医生 护士 营养师 他们只需要一个平安的心 宗教可以帮助他们 所以这个Newstart 就是N E W S T A R T 帮助大家 记得排毒八大原则 另外 也提到 我们有些食物 尽量去避免 因为有些 垃圾食物 很多添加剂 甚至乎 一些黑心食物 其实不是 一些食物 来的 用一些化学的原料 去将它加工 制成一些食物 给我们吃 其实这些 很多不好的食物 破坏我们的排毒器官 至于一些好的食物 我们要尽量去选择 包括水果类 蔬菜类 五菊类 豆类 和一些果仁 坚果类 这些都是一些较为好的食物 亦是能量的来源 我们要多些选择 刚才提到 一些垃圾食物 我们要尽量避免 很多例子 研究 都和大家分享过 包括汽水中的物质 会伤害我们的骨头 很多人造的甜味 亦都伤害我们的神经元 令我们有些头云 有些微精 微精 会影响我们的视力 甚至乎情绪 这些情况 所以要尽量去注意一下 特别看营养标签 我们亦都和大家分享 食物金字塔 食物金字塔 最主要提醒大家食物的份量 其实坊间很多食物的金字塔 有些是一只碟 即是美国的My Plate 有些是传统的 一个三角形 都视乎自己 怎样理解 怎样去吸收 这个资讯 亦都提过很多餐单 这些餐单 都是给大家参考一下 食物的份量 经过营养师的指示 选择不同的食物的材料 和份量 希望大家短短这几集 认识排毒与健康 亦都希望大家有一个 又健康又快乐的人生 多谢各位 请不吝点赞